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聯賽杯和青鷹杯先後入四強之後 藍色三的東方回到聯賽戰線 在主要競爭對手相繼失分之下 今場作客大球場對香港飛馬 贏球就可以進一步拉開優勢 不過可能最近賽程脈 今場組斷東方稍微被動 飛馬的迪壓高長全劏穿 壓到也把握不到 葉鴻輝叫著喂 留心一點點 之後一次被人截走了 又落在亞道域腳下 再一次起腳 葉鴻輝雙手截到緊緊緊緊緊 之後就輪到東方反擊 黃展鴻把球斬中路 不過基奧雲尼處理得一般 徐德瑞又來長傳 巴育仙這一腳入了都不計算 龐正舉奇說越位在線 飛馬的方柏輪之後有機會 但就未能成為入球 為什麼呢 葉鴻輝反應快 落地叉倒 阻止皮球入網 半場打和0比0 下半場東方換入盧高加強攻力 看看效果如何 白鶴的一個長傳 盧高發揮速度後化先至 有機會對著搜門員 但將球射到對方身上 浮上完後 逮吉阿高自己推到禁區 射穿了迪高的小龍門 但葉鴻輝不讓他入大龍門 今場能夠補住不失 他真是相當功勞 又一次守護著東方的大門 換入盧高的確提升了側擊力 又一次創造機會 左腳鞋了一張 哎呀 差一點 0比0就是最後賽果 東方九戰累積23分 領先第二位的南華1分 但是東方是踢少兩場的